一提的东北的景色 外地朋友们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跟雪有关 啥雪山雪地雪球雪人 打雪仗坐雪橇顶着大雪吃雪糕 反正就是咋凉咋整 听着牙床子打嘚瑟 那我听完就纳闷了 我们这是东北又不是北极 哪能一年四季都下雪呢 再说了我们这的好山好水好风好光 那可正经是不老少呢 今天就先拿我的家乡黑龙江来举例啊 你要是喜欢大自然就可以去逛逛太阳岛 原野风光质朴粗犯 碧水环抱花木聪梦 天鹅湖太阳铺水隔云天松鼠岛 休闲避暑差不了 完了你要是喜欢热闹 就可以去逛逛中央大街 亚洲之醉 步行街里得扛把子 五步一点十步一关 整条街上布满了欧洲风格的欧式建筑 各西方建筑史上都是亮堂堂响当当 你要是不怕冷就往冰雪大世界走 瞅瞅冰雕打打除了滑 再不怕冷的还可以直奔墨河北极村溜达溜达 到时候再喝点小酒 喝多了也不用怕找不着北 没准赶巧还能看见极光 正所谓爱吃一道光 绿美到你发慌 怕冷的同学就变往那边折腾了 掉头去林电县泡个温泉角 不是温泉澡 那小日子也是要多好有多好啊 如果你歇狠地上跑去 就去转转东北虎林园 变相感受一下稀猫的快感 歇狠水里游的 还有省博物馆海洋世界和哈尔滨基地馆 完了看饿了再找个饭馆 整条大马哈鱼解解馋 想看点有教育意义的 咱有铁人纪念馆 哈尔滨防洪纪念塔 就想开开心心的嗨一下 也有亚伯利滑雪场 你要山 咱有双亚山 二龙山 蛇洞威虎 道士山 要水咱有静波湖 连环湖 五大连池 向阳湖 更主要的是啥呢 来我们东北不仅有这些 好看的风景 好玩的地儿 还有高大的小伙 漂亮的老妹儿 民风淳朴 热情有趣 四季分明 贼拉得劲 所以啥也别说了 有机会就赶紧来东北 玩就完事了 哦